看看新闻吧 我们导演身上还是要求证 记者在北京就发现了陈婷的行踪 而记者在陈婷的身边 除了看到张艺谋的小女儿之外 竟然还发现了另外一位神秘女孩 究竟怎么回事 来看下去 十日初有记者在北京首都机场接机口 看到了张艺谋工作室负责人庞丽薇 而她身后还有一个扎着马尾的年轻女子 通过比对照片 记者确认该女子正是张艺谋 张艺谋的小娇姬陈婷 当天陈婷身穿着黑色针织衫 围着橙色围巾 而她右手紧紧牵着的一个目测约是 五六岁的小女孩 身穿黑色针织开衫 身材偏瘦 皮肤显黑 浓眉细目 与之前被拍到的张艺谋的两个儿子 张一南和张艺丁十分相似 而小女孩的神情 颇有翻版张艺谋的感觉 没错 这个小女孩应该就是张艺谋此前 爆出的小女儿张一娇 陈婷和庞丽薇在闸道道别后 独自牵着女儿走向停车场 随后母女俩就坐上了一辆商务车 离开机场 记者也发现这辆商务车 正是张艺谋的座驾之一 而后记者也发现 自朝生门发生之后 陈婷就从原本的公寓搬出 住进了位于顺义附近的高级别墅区 小区的安保座的十分严密 外人很难进入 就在十月下旬的一个下午 记者在别墅区附近的咖啡店门口 再次发现了陈婷 而在陈婷的身边 除了女儿张一娇 还有一个身穿粉色外套 绑着两个辫子的小女孩 看上去比张一娇要小两岁 小女孩眉清目秀 五官和陈婷十分相似 陈婷在与友人谈话时 小女孩紧挨着陈婷十分乖巧 当晚陈婷带着两个孩子 与一个保姆模样的中年妇女 到咖啡厅对面的餐厅吃饭 晚上九点左右 一个身穿红色上衣的小男孩 率先走出餐厅 她正是张一娇的次子张一丁 而另一个同样身穿红色上衣 个子略高 站在餐厅大堂内的 则是张一娇的长子张一南 随后陈婷牵着女儿张一娇 保姆则牵着粉衣小女孩 与朋友们一同走出餐厅 挥手告别后 张一南 张一丁 张一娇三兄妹 以及粉衣女孩 一同坐上了张一娇的坐架 返回别墅 当天陈婷与张一娇的三个孩子 全部亮相 但让记者有些疑惑的是 陈婷身边的粉衣小女孩又是谁 从现场目击的情况来看 陈婷不仅带她如亲生女儿 小女孩还和陈婷一家住在一起 如果这个女孩是张一娇的 又一个未曝光的亲生女儿 那不管两个儿子算不算超生 两个小女儿就属于超生范畴了 娱乐新天地老毛子还有几个娃呀 报道